今天最重要的消息 在下午的時刻 似乎希臘的債務協議 已經達成了普遍的共識 目前要進入的 就是各國的議會表決 希臘也要經過議會的立法 來完成這份協議 這份協議總結 就是整個希臘 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 幾乎完完全全 接受了債權人方案 唯一多得到的是 整個紓困金額 來到了860億歐元之多 所以我們看到 這是齊普拉斯 在這一次長達 將近一週的談判之中 雖然得到希臘人民的 一個絕對性的支持 否決了債權的協定 可面對國際壓力 面對強國的壓力 最終 七八十是以無條件投降的方式 甚至連國有資產 都被外國人拿去 這我們看到最新的報告 好 我們先看到現在這個發展 當然這個歐洲股市 是出現了大漲 可是黃金在這個時候 就出現重挫 同時歐元剛剛是出現 由生轉扁的變化 所以稍後我們針對希臘問題 最新的發展 請到專家來做個掌握 好 另外我們看到 入股 入股連三跳 今天公布的最新六月份的進出口數據 是優於預期 所以入股這個反彈 是不是多了一點底氣 那更重要的是上個週末 觀眾朋友可能要注意到 我們看到油價走低 黃金走低 美債反彈 很重要的是葉倫 葉倫對於今年FED的升息 似乎丟出更明確的一個訊號 到底怎麼做解讀 我們請教四位來賓 好 第二位請教是台大哲學系的老師 院舉證 院教授 好 第二位請教資深媒體人 軟木華 第三位請教分析師 葉俊敏 好 第三位請教我們資深財記者 丁萬明 好 我們當然先看到 這個希臘的無條件投降 激勵了全球市場的變化 包括德股市早盤 是再度創下新高 那現在很重要 因為德股市上面一個頸線 這個頸線能不能做突破 我們做掌握 到時候黃金崩盤了 因為黃金在過去一段時間 就已經出現了破線轉入的發展 那當然這個歐債的問題 出問題對黃金是利多 不出問題一般解讀就是利空 所以目前隨著白金破底 白銀破底 黃金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也出現了一個 至少高達10塊美元 每盎司的一個跳水 那歐元更特別 從原來的升值轉向 出現貶值的變化 好 我們現在馬來做觀察 到底希臘最新的方案 什麼方案 經過這個17個小時的 馬來西亞學醫 整個歐洲熬夜沒睡覺 那第一個是給出 860億歐元的紓困 這個紓困金在6月底的時候 是530億 530億 這百分之530億 需要這個資金 到上禮拜六的時候 發現這個錢不夠 因為希臘整個情況惡化 需要740億 到剛剛禮拜一 今天最新的金額 已經擴散到860億 隨著希臘問題的拖延 需要紓困的金額越來越大 所以從短短一個月前的530億 到上禮拜六的740億歐元 到剛剛最新的決議 是準備再度支持860億歐元 所以希臘人很爽 平均每個人可以拿到 8000塊歐元之多 那另外我們觀察 但在這個地方 吃希臘輸得滿慘的 第一個 希臘國會必須用立法的方式 來第一個進行加稅 第二個養老的一個制度 退休金制度整個做大幅的一個衰減 另外因為希臘失去了 過去談判的信用 所以希臘必須交出價值500億的歐元 用類似信託的方式交給歐盟國家 來看管做抵押品 所以基本上這個真的是一個馬關條約 割地賠款加投降 那我們再往下看 因為從整個禮拜週末的一個發展當中 其實被歐洲包括德國 給予相當大的壓力 第一個除了割地賠款之外 還要砍人 包括希臘的總理齊伯拉斯 把最偏左的 就是最反對紓困的 包括能源部長 勞工部的副部長 同時給file掉 就是代表我談判的誠意 所以先砍自己人 另外是IMF很兇 他說其實我不想跟齊伯拉斯談 能不能換一個技術專家的 或財經的一個體系來跟我談判 這齊伯拉斯根本不懂 能不能把它換掉 這滿兇的 所以齊伯拉斯最後這個人 他也沒什麼要求 就說這談判可以 但我要把IMF踢掉 因為他非常不爽氣 IMF把齊伯拉斯貶低到一點人格都沒有 另外我們看到 整個談判方當中 包括像德國的財產修伯勒 基本上掌握這次主導權 甚至跟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 差一點打起來 就是為了要不要讓希臘退歐 出現了非常大的一個 言辭上的衝突 這記者轉述的 另外我們看到IMF這時候 其實跟希臘也鬧翻了 本來IMF是替希臘做一個幫忙 出了什麼報告 讓希臘政府有個底氣 可沒想到鬧翻 IMF甚至在談判完成之前 說這500億歐元 你歐洲也不要太高興 因為經過IMF計算 這500億用來抵押資產 在IMF看來只值70億歐元 我要請教一下萬民哥 因為整個齊伯拉斯 就是超級鬧劇 不管是把整個債權方案 拿去做公投 說反對公投的人請舉手 結果希臘人民有61%的人舉手 支持齊伯拉斯反對債權方案 這個債權方案被反對之後 IMF還一度雪中送炭 給了好多份報告跟國際講說 我們同情希臘 結果希臘最後這齊伯拉斯 第一個出賣了本國人民 第二個把IMF雪中送炭的人 給趕出去 最後接受了一個很恐怖的條款 就是雙手全部投降 您的觀察 今天節目還沒開錄之前 世光就很興奮 因為他最討厭的 終於對不對 遭到報應 不得不簽下 城下之盟 但是我要提醒世光 很多事情 不要想得太直接 就是說是非之間 勝敗之間還很難講 你說現在希臘投降了 誰知道是真想假想 對不對 感覺上對不對 他在新一輪的紓困協議談判中 好像輸了 但是戰術上輸 並不表示說戰略上他一定輸 我的感覺是說 希臘這麼聰明的人 而且你要必須要了解這件事情 正義必勝這個事情 在希臘人的生活哲學中 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 對 所以不要把這個事情 當作這麼簡單 何況歐元的成立 表面上它是一個經濟 這個一體化的過程 但其實就歐洲來講 它本身就有很大的政治性 它是一個政治工程 歐洲人希望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後 歐洲是滿目倉宜 那麼歐洲人一直希望透過一體化 透過歐元的推出對不對 重新建立對不對 他在國際金融市場中的霸權地位 換回歐洲人過去的這種光榮 而且這個光榮是從希臘時代 現在就開始延續下來了 所以我不認為現在的這個協議 這個希臘政府有能力 忠實的去執行 誰知道過了幾年對不對 你看這個你剛剛講 6月底的時候對不對 這個紓困計畫是500多億元 現在已經漲到800多億元 脫了半個月對不對 馬上多要了300億歐元 所以很難講 但是不管怎麼... 對 但是不管怎麼講 希臘脫歐這個市已經變成這個 最近國際財經界最熱門的這個 因為我們覺得希臘基本上就像是 因為歐元曲線 從這件事情看起來像黑道 就是你加入了黑道 你想要回頭很難 過去這幾十年當中 希臘被歐元用貨幣用財政方式寵壞 就像是歐元老大哥 為希臘吃毒品 結果毒品上癮之後 他有一天說我要戒毒 我要去樂戒 我要退出 結果他現在退出不了 只有給你更多的毒品 讓你更上癮 希臘真的很可憐 希臘我覺得一點都不可憐 他一樣好日子過得比你我都好 對不對 你看德國的公務員對不對 平均的月薪是5000歐元對不對 希臘人對不對 公務員平均工資是7000歐元 你覺得希臘跟德國 在哪邊當公務員比較好 所以希臘人有他的優勢地方 你看這是德國的媒體報導 這個希臘不管是留在歐元 還是脫歐對不對 都是死路一條 萬民哥這次最汙辱的事情 是在什麼地方 因為過去歐盟談判 李宣簽訂一個協定就可以 可是這一次 尤其以梅克為主要求 必須把所有條款 經過希臘的國會 用立法的方式給框定下來 就基本上在談判桌上 完全對欺負大師 一點信任感都沒有 就是雖然這個條件 希臘是以下歸認輸了 可是這些條款 你必須帶回到希臘的立法院 就是立法 希臘的國會 進行逐條的表決跟立法 才能夠得到最終的確認 所以真的很可悲 就是老婆 小孩房子都送人了 最後還打你一巴掌 而且打巴掌 你還要回去立法說好爽 這就是很過分的一個發展 您觀察了 這個是梅克爾跟齊普拉斯 他們價值觀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梅克爾是德國人 守法是不可侵犯的一條界線 對 但希臘人來講 法律是狗屁不通的東西 你想想看 希臘人逃稅的比例對不對 是歐洲最嚴重的 所有的稅法 都是經過國會立法同意的 但是包括政府 包括老百姓通通在逃稅 所以你叫他立法 那個立法對不對 能產生約束系嗎 我是覺得很懷疑一件事情 現在大家都討論到 希臘為什麼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走上這個 脫歐的這種危機邊緣 但是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你如果說對希臘文化 有一點理解的話 其實希臘今天的這種情況 它其實是命中注定的一場 逃不了的這種悲劇 希臘文化裡面 其實最被人家歌頌的 就是希臘的悲劇 為什麼你知道 希臘的 你看希臘神話中很多故事 對 講的都是悲劇 這個西元前五世紀 希臘發生那個很有名的內戰 就是說羅伯奔尼薩之戰 就是雅典跟斯巴達對不對 打仗 結果打到最後 斯巴達打贏了 斯巴達打贏以後 進入雅典 佔領雅典以後 斯巴達的人說 要把雅典人全部殺掉 然後把這個城全部移為平地 然後就開始狂晃 然後就開始慶祝 這個斯巴達人對不對 在那邊狂歡慶祝的時候 找了當時雅典城最有名的一個文學家 叫做歐里比德斯 為他們朗誦一個希臘最著名的一個詩歌 對不對 叫做伊底帕斯 這個伊底帕斯對不對 裡面講出一個什麼故事 就是希臘最有名的悲劇這個故事 它是指這個有一個 當時希臘有個叫 迪比斯的這個國王 這個拉伊爾斯 他年輕的時候 曾經綁架了 柯林斯的國王的兒子 結果就被神詛咒 說你將來生了兒子以後對不對 你的兒子對不對 會把你殺掉 然後娶了他的媽媽 那這個拉伊爾斯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這是神的旨幼 所以小孩子生出來以後 這個叫做伊底帕斯對不對 他就把伊底帕斯丟到野外去 讓他自生自滅 被狼吃掉 結果伊底帕斯運氣很好 碰到一個牧羊人 牧羊人就把這個小孩子 拿去給柯林斯的國王 去撫養長大 長大以後對不對 伊底帕斯去找了阿波羅 對不對 太陽神 去請求他的神域 就是我這個將來 就找他算命 我將來會怎麼樣 阿波羅就跟他講說 你將來會四父對不對 娶母親 就是四父親母 殺掉爸爸 殺掉爸爸 然後娶自己的媽媽 對不對 伊底帕斯就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但是這是算命先生 這是神替他算的命 所以他決定他離開柯林斯 就離開他的爸爸 離開他的國家 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 對 亂倫 結果他就慢慢流浪到 迪比斯的路上發生一個車禍 也沒走太遠 也沒走太遠 迪比斯的路上發生一個車禍 結果車禍他跟人家起衝突 結果他把對方的人全部殺光了 裡面就包括了他的爸爸 就是當時迪比斯的國王 這個賴伊二斯 他也不知道 然後走到迪比斯城外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有個私生人面 斯芬克斯的故事很有名 就是這個人面私生對不對 在迪比斯城外對不對 反正經過的人就告訴你 他就出個謎語 就是說有一個動物 早上四隻腳走路 然後中午對不對 兩隻腳走路 晚上三隻腳走路 是什麼動物 沒有人猜得出來 猜不出來他把你吃掉 結果對不對 伊底帕斯很聰明說是人 為什麼 早上是四隻腳 早上就是嬰兒時候的 他是四隻腳爬著走路 然後長大以後就是變成成人了 就用兩隻腳走路 晚上表示他晚年的時候對不對 拿拐杖 拿拐杖 就是三隻腳走路 然後這個私生 這個人面私生對不對 這個迷迪被伊底帕斯 破解以後對不對 就跳崖 自殺了 然後迪比斯城就得救了 迪比斯城為了感謝伊底帕斯 就決定把拉伊二斯 就前國王的遺孫對不對 這個伊爾卡斯特嫁給伊底帕斯 他也很奇怪 伊底帕斯年紀一定比這個 伊爾卡斯特年紀很多 他為什麼娶個老太太也不知道 反正後來就娶了他的媽媽你知道 然後生了兩個小孩子 有一天對不對 因為當時迪比斯城天災人禍不斷 迪比斯城就跑去問神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 他們就說因為你們接納了伊底帕斯 他是被神遇會四父 然後娶老婆的 娶媽媽當老婆的人 所以對不對 迪比斯城就遭到這個劫難 結果這個事情被他媽媽聽了 他媽媽覺得非常羞困 就去自殺了 後來對不對 伊底帕斯也知道這事情以後 他就拿了針把自己的兩個眼睛刺瞎了 結果最後得到的報應是過得生不如死的日子 希臘人裡面描述一個基本的原則 就是所有的英雄 將來都是悲劇的命運 所以希臘人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任何征服我們的人 他們都不會有好下場 好下場 希臘人必須對不對 了解這個宿命對不對 在有生之年不要去追求英雄的境界 而應該對不對 在這個紅塵中享受自己的生活 做英雄不如做個熟人 享受過好日子 你的意思是詛咒沒課嗎 我的意思是說 德國人你不要以為你很厲害 你有本事 就把我們希臘給吃了 吞了 你們德國人絕對不會好下場 你們贏了我們表面上是英雄對不對 底子裡頭對不對 你們是贏了面子 輸了底子 我要請教授做觀察 因為從目前希臘跟歐元區的 談判協議當中 講句實在話 從談判的過程我們看這個談判的 一個會議的發展 第一個我們看到事實上 從這個綠色的是決定 在昨天之前 希望希臘能夠脫歐的 包括像斯諾法利亞 像愛沙尼亞 像德國 像芬蘭 像立陶宛 像比利時 像荷蘭 基本上是支持希臘脫歐的 願意把希臘留下來的不多 大概只有義大利 法國跟塞浦勒斯 從歐元區這次的談判當中 希臘他不具有會員國的地位 或尊嚴 他也不具有殖民國的地位跟尊嚴 從整個談判的過程到最後的結果 他連次殖民地都談不上 我們怎麼解讀希臘 就是希臘這次問題 會不會給希臘帶來一個質疑 畢竟過去從國際的一個戰略地緣的關係 從國際政治希臘的地位 這個談判結果 這一次回到希臘 可能表決通過 那未來會產生什麼樣的壓力 您可以觀察 我同意歐盟不完全是一個經濟組織 歐盟其實是一個包含政治 地緣 軍事 甚至於某種程度的社會 以及加上經濟的組織 我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希臘相較於這多方面的因素來講 他其實是有他的重要性的 甚至在文化上 因為我在烏州住的時候 總是剛剛萬民提到了 很多希臘的神話故事等等 對歐洲人來講 這是他們很光榮的一頁 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是在基督教之前 就已經存在的文明 另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他是東歐地區唯一的自由民主國家 在那個時候他有他的重要意義 可是這一次出現這個結果 非常不一樣 可以說用四個字來形容 就是就由自取 為什麼是就由自取 因為我幫大家回憶一下 在這個齊伯拉斯突然之間 宣布要公投的時候 當時就是齊伯拉斯跟在全國 相互指責對方 沒有按照民主正義 互相都拿著民主正義來指責對方 然後又指責對方 要呼籲請大家相互要求面對現實 然後就大家面對現實 希臘要你面對現實 歐洲人 歐盟的在全國 也希望希臘面對現實 另外還要求大家彼此不要相互的勒索 希臘人認為說他們被在全國勒索 在全國認為他們被希臘勒索 現在這個情況 這個三件事情相互指責的結果 不正義的那一方 感覺上是不還錢的那一方 對 勒索對方就是要把大家拖垮的那一方 那麼面對現實就是不面對現實那一方 所以三個合起來後 就突然之間發覺絕大多數的歐盟國家 對於希臘一點同情心都沒有了 而且他們所有的 我一直非常注意這個消息 在這個財長會議的時候 連夜開會的時候 他們說我們對於這件事情 不管給多少錢都沒有信賴感 就是沒有trust lack of trust的這個觀念 一直在發酵當中 只有法國 只有這個意大利 還有這個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根本就是希臘的一個部分 他們就是希臘文的完全一樣的國家 所以這個問題導致於說 一個國家經過民主的表決之後 反而導致犯了重怒 其他的國家都沒有辦法接受 這樣子一個不講求信用的國家 還能夠繼續借錢 希臘的人民聲音歐盟聽不到嗎 希臘人民的一個壓力受不到 剛才你外面給我講一下 就是包括希臘人 其實希臘人民現在過得並不幸福 過得也並不舒坦 因為希臘現在經過幾輪的 一個解約之後 不管是你像最低的這個失業補貼 台幣就七八千塊 那包括政府的退休金 也不斷的打折再打折 希臘的經濟 在這一次塞過的條件之後 其實希臘經濟基本上 不可能有付出的機會 一個加稅的國家 一個追稅的國家 一個包括國有資產被國際看管的國家 這國家已經沒有主權 那怎麼觀察下一步 如果主持人注意到這幾天看到 歐洲各國電台報導 希臘的民間社會 你完全看不出他的貧窮 因為希臘現在留下來當中 他有20%的人要領退休金 現在只是規定他每個禮拜 而退休金可以領120歐元 那麼我必須強調 希臘本身的話 又現在就正值旅遊旺季 現今的流動比平常要好很多 然後大家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們的年輕人膽子非常大 非常浪漫 然後做任何想法的話 那麼不高低 所以目前為止 希臘所有做的事情 就是整個對歐洲的債權國來講 他們就是缺乏信心 所以說用了這些辦法 我必須坦白講 什麼質疑他們的私有化 又是什麼立法 又是找什麼盧森堡銀行來托管 要賴帳的人還是有辦法賴的 要逃稅的人還是有辦法逃的 立法以後執行上不徹底的 還是有可能出現執行上漏洞 所以歐洲的債權國家最擔心的 就是沒有辦法落實這些 已經答應的這個條款 沒有辦法落實以後 拿了沒有辦法 因為現在算了一下 再加上860億的話 他欠款已經快到了4000多億歐元 這個已經到了 不可能償還的地步了 對 大家心裡都非常明白 那如果不能償還我請問大家 就是說整個歐洲 所有用歐元的剩下的18個國家 每個按照比例攤還是誰的錢 對 好 我們看到整個希臘的問題 在今天應該會得到一個 最完結的 最終結的一個答案 大家在禮拜三以前 包括歐盟 還有歐元 還有希臘的各國議會 要開始進行一個表決 第一個 債權人願不願意 因這個方案開始進行 第四輪的紓困 那希臘的國會 願不願用立法方式 來接受贊助 基本上接受資助860億 各位觀眾朋友我們要注意到 因為這一場的一個希臘文當中 其實受傷最重的 就是美國的傳統經濟學派 不管是之前的克魯曼 到包括IMF的一些紓困的報告 其實這次我們看到 整個歐洲把美國所傳達的資本主義 跟自由的資本主義 完全摒棄在外 所以到最後 齊夫拉斯也捨棄了IMF 所以齊夫拉斯到最後才看到 才發現到 美國人害我害得好久好久 所以他說最後談判 什麼條件都不要 先把IMF的談判代表 離開會場 所以我們發現 這一場歐洲的債務問題 到底誰贏誰輸 贏的是德國 贏的是希臘嗎 可是我們知道 輸的是IMF 輸的是美國的經濟學家 好 我們今天我們回來要觀察 從下問題帶我們關注到 禮拜三的投票 那更重要的是 今天中國大陸是第三天反彈 那特別是中國也公布了 六月份的進出口數據 這個數據讓大家嚇一跳 好 很好 到底有多好 這樣廣告我來告訴你